你最近在路上是不是看到很多X50车款呢? Proton在8月销售创下近9年的新高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之热闹,我是主播婉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宝藤Proton今年8月销售是从2013年7月以来最佳的单月表现 这家国产车制造商周五发文告表示 集团在今年首8个月卖出了87,481辆汽车 按年增加近40% 宝藤估计,8月的全国汽车总销量达到66,900辆 按月增加37% 因为车商持续在豁免SST期间交付汽车 在8月,宝藤依然是SUV市场上的霸主 X70还是本地最畅销的C-Sexman XUV 上个月共卖出了1555辆 而X50的交付量也是连续三个月超过4000辆 宝藤副CEO罗斯兰阿都拉表示 零部件的供应已经更加稳定 可以让集团尽可能生产更多汽车 焦点转向国际 在央行决定不惜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 也要压低通胀的压力下 全球债券30多年来首次进入熊市 最终政府和投资及公司债券的蓬勃全球综合总回报指数 已从2021年高点下跌超过20% 创出自1990年推出以来的最大跌幅度 在美联储主席鲍维尔发出的强烈鹰派信号后 从美国到欧洲的官员们最近几天都在强调收紧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飙升的通胀率和决策者为此而进行大幅加息 结束债券市场长达40年的牛市 这让投资者今年所处的环境尤其艰难 再适合股市并肩下跌 换个焦点 你最近会到泰国旅行吗 那这里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泰国政府可能允许首都曼谷的出租车云印商八年多来首次加价 以帮助司机应对燃油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局面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索拉澎派通膨周四在公告中表示 曼谷约有25%的出租车司机近年来被迫停业 因为从2014年开始停止涨价 他们的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上涨 副部长表示 由于如今通勤者搭车次数减少 车程缩短 出租车司机的单次服务成本上涨 收入减少 他说 这已经导致曼谷继承的出租车数量从8万辆减少至6万辆 在此之前 泰国在14年来首次允许方便面涨价 该国的零售通胀目前在14年高点附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10万名公务员起薪 马银行投放认为 这可以让RCE资本明年首季贷款按年增长2.8% 不过 对于这家放贷公司而言 比起贷款增长 贷款利率差 对其盈利的影响更大 分析员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该公司只有降低资金成本 才可以真正刺激盈利增加 目前 行家维持盈利预测 并给予1令吉65仙目标价 以及守住评级 我们来看看成昌摩托 最佳在本地销售Nissan汽车的公司 首半年核心净亏损1740万令吉 表现令人失望 而该公司当前库存价值 处于不足6亿令吉的低水平 只够支撑3个月 因为汽车供应短缺 而免税优惠结束后 新订单仍在不断流入 丰隆投行分析员也谨慎看待 公司本地业务的展望 因为各领域的竞争激烈都持续存在 综合以上 航家维持盈利预测 卖出评级和75仙目标价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英大集团获得雪兰额铁船颁发 1亿3776万令吉的建筑合约 是本财年获得的第二单工程 达胜券指出 该集团目前首上合约总值 已达到11亿令吉 相当于2021财年营业额的3.3倍 分析员认为最新的建筑合约 仍在预期范围内 而该集团本财年可以获得 总值6亿令吉的新订单 因此航家维持买入评级 以及30仙目标价